當我們後面的咬合建立之後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我們牙齒的咬合 後面有一個支撐的效果 可是前面就是美不美啊 那怎麼樣排成一個微笑期限 我簡單講一言來說的話就是說 你笑起來的時候其實是應該一個V型的 或是各位自己檢查一下 如果你笑起來比較像 我們瘦瘦瘦瘦的U 或是比較扁的U 那其實都可能有點問題 其實漂亮你注意看為什麼有林志玲啊 他們笑起來這麼漂亮 你注意看它都是一個V 就是我們待會會講的V smile的神奇魔法 事實上你在這個部分下功夫 你把這個微笑期限排列出來之後 它連帶的 因為當你這裡很自然可以上庭的時候 它連帶的會把這個蘋果肌往上推 那還有這裡下巴這裡 控制下巴這裡的肌肉也會比較順 所以你會發現原來蘋果肌比較明顯 那下巴也比較立體 難怪我覺得它 它這個笑起來很低 很甜 就是有一個甜 那這個新書的發表會主要是要 帶給大家一個新的觀念 那以往大家談到這個美詞 其實都只有講到矯正跟美白 那事實上我覺得發現大部分現在的客人 很多有下三分之一的美學方面的問題 那事實上這部分問題大家第一個想到說 我可能有些不對稱啊 或是唇形不夠美 那我可能是直接去找醫美或微塵來打 鳳梁酸或肉不改菌 那事實上 我要提醒大家一點點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下半年三分之一這個地方 其實牙齒跟我們的上下二骨 其實它就像一個骨架 是一個基礎 那我有一個理論叫做葡萄燈理論 當你看到一個葡萄燈架 葡萄燈歪了 那其實你去細看 它其實是裡面的架子歪了 並不是葡萄燈長歪了 那同樣的道理 在我們下三分之一的這個部分 如果你發現臉型不對稱 或是唇形不美 事實上你應該要先看牙齒的部分 必須先透過專業的眉齒醫師來診斷 是不是牙齒方面有問題 我們先解決根本的問題 那把牙齒做正了做美了 事實上有時候你附帶的這些臉型不對稱 或是唇形不美的問題 你就人家解決了 那甚至我們自然 這個VSmile 有時候會自然新做一個蘋果肌 都有一點一美整形的效果 所以我們新書裡面也要採用一個觀念 叫做我們叫做整形先整牙 少花一筆勵往前 就是這個道理 就是說 以消費者的角度來講 最好 我們先弄清楚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那走一個正確的路 而且 我們事實上發現 健康其實無法從來免疫不能冒險 一次選對專業真的非常重要